好 健身完了 继续读书 这段废话王三峰叫做大火宝 几位杀神见王三峰两只空袖管 吊着白手套 却从一惊吓伸出手来抱拳 都愣住 几秒钟的进场过去 一位过来拉起王三峰吊着手套的空袖管看 那种猪不吃一声笑起来 他摇着空袖管给那几位看 那几位也过来看 一个哥哥笑得忘了自己的身份 结果连训话都笑得说不出口 只摇手不让再唱 关上门笑着跑了 牛友们静了数秒 也一起笑起来 点王三峰岛火宝 火宝你是我们的大火宝 后来地区成立了专政队 专门管理地区的走私派 游向东在专政队当了小组长 新官扇任三升炮 第一炮是轮尔旺 命令走私派排好队 从头至尾 左右开股 一人脸上两巴掌 王三峰也还来打 当时没空气 专政队长来检查 他跨前一步请罪 报告队长 我请罪 也替大伙请罪 我们打了雍组长 队长一惊 专政队相敢打 管教人 太不可思议了 便离神问道 教教清楚 怎么打他 王三峰说 报告队长 我们又连打了雍组长的手 专政队长一愣 想笑却没笑出来 好伴上才点不得到 说行啊 压在五行山下还能闹天宫 王三峰一个立正 说报告领导 闹天宫不敢 闹地狱 专政队长 撕笑非笑地说 你这是什么功夫 拱住手脚还能打人 王三峰笑说 报告队长 就在游影无形掌 好 拜拜 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